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就在前几年一堆堆的网红脸出现了 青一色的低下头就可以看见自杀的锥子脸 并且脸也是被削得可怕 更可怕的就是很多人都觉得美绝了 那么锥子脸就是美的吗 原来组上也有这样的审美一起来看看吧 转转时光往回走 从现代区到了民国画包 再到历代的诗女画 这么一路观察到女性脸型的变化 锥子脸的审美竟然可以说是在唐妍笔下发端的 甚至在她之后还有一连串著名画家 与锥子脸的流行脱不了干净 无论是古代的诗女画 还是现代已是军队女性情像 都是被精心设计和挑选出来的林小美 这种审美片后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审美 而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自然也会影响到林小美的影响 这种相互映衬相互影响的关系 自古时一路走来又从当下的一路走去 现在互联网这个发达 PS技术可是炉获春惊 所以不论自己长的是什么脸型都会变成尖下巴 但真的就是尖下巴就好看吗 时代在变化 小编觉得只要你的脸是对称的就很美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原来锥子脸不是空虚来风 还是从我们的老祖宗就开始有了呀